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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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武器技术不顾问 音乐家 难怪看起来有点眼熟 所以你是施首为说的外援吗 不是 我只是来确认一些东西 与你们的目的无关 哦 你知道我们的目的 我在门口遇到了霍然 他告诉我监督没有再约好的地点待机 通讯也联系不少 什么 我已探查过 他被吸入了这里的一处空间 但我还未来的即将他带出 就被一种力量弹了出来 连你都没办法 那岂不是很危险 不行 得赶紧想办法救他出来 你准备怎么救 我 我直接去找坎贝尔院长 冷静 如果空间主人自身出现问题 空间内的人也会被影响不是吗 嗯 而且空间的主人 应该也不是那位在走廊徘徊的妇人 可是 虽然只是我的感觉 但那个空间中的力量 并没有散发出任何恶的气息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暂时安娜 先检查一下这个房间 是否有我们需要的东西 好吧 那我们赶紧把能看的都看一遍 然后赶紧出去 我给大家看见 我看到这个房间 我在这个房间 还是不需要的 我坐在这儿 不需要的地方 我把房间打开 在这儿 我把房间打开 你把它打开 我可以看到 我把房间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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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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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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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柳家那桩案子结束后 小迟就把他带来福利院 交给了院长照顾 结果没过两天 柳伯远就不见了 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 他不会拒绝的 因为院长是初世间的信徒 而小迟是初世间最锋利的柳叶道 监督会在这里 是来找我的吗 终于 您知道了这件事 对我来说 反而是种解脱 我就是袭击白击先生的人 不仅如此 我还坚守自盗 偷走了屏蔽器 特制手铐 还有最新研发的纯金浓缩液 交给了初世间 我原本也打算等七叶康复后 就向警方坦白一切 现在 能先将真相告诉你 也好 具体情况我也不十分清楚 不过官方系统中的那份资料 只是用来掩人耳目的幌子 并不是七叶的真实数据 应该是的 从小 不过 院长就教育我们 葵花福利院是一个集体 这让我们在面对外人时 生出了一种奇怪的团结 福利院的孩子 没有一个不是院长看着长大的 对他的信任早已深知内心 不问缘由 包括我和七叶 我亲眼见到过 他们帮助已经发生明显异化的病人 顺利度过危险期 让他们变成了同调症 用更新型的阻断药 对 剑都还记得 以前我曾拜托 曲先生和佟先生 为七叶看病的事吗 其实 在我刚入职白晶科技的时候 葵姐姐就找过我一次 我当时的确记 希望于Scope的实验 而且 作为管理仓库的人 我怎么能做坚守自盗的事情 但佟先生告诉我 组断药只是一个概念 即使有成功的一天 七叶也等不了那么久 而我 除了眼睁睁地看着她一天天衰弱下去 什么也做不到 就在这个时候 葵姐姐又出现了 她带我去看了那些同调症 承诺我只要为她所用 不仅可以让七叶避免住院 还能让她回到福利院接受秘密治疗 就算不能让她很快就变成同调症 也能延缓发病的时间 那一刻 我看到了希望 原来佟先生和曲先生曾经下达的死亡通知书 真的有办法被收回 我不用这么快就去思考 之后的事情 不许 监督 我的行为背叛了白金科技和您的信任 我无可狡辩 看到七叶的病的确有了起色 我 不后悔 离开这里后 我会立刻向警方自首 接受应有的惩罚 但对不起 在出世间的世上 我不能帮您 他们对七叶还有用处 找到一个人 还不许多了 我许多了 这些人 有什么的 你不许多了 我许多了 我许多了 要是不许多了 我许多了 准备一个人 在这家里 一定会许多了 我许多了 其实,在七叶病了之后,我却学习了相关知识,也和方医生请教过很多 虽然肯定达不到专业水平,但也学会了看体检报告 那些人的各项数据,的确在手术后趋于稳定 应该吧,那次负责传话的人和之前并不是同一个 不过都无所谓了,他们明明有很多人选,却特意指定让我来做这件事 大概是因为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吧 我,我原本就是为了再见他一面,才回到福利院的 结果回过神来的时候,就已经在这里面了 福利院,七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总算想到我了,你们和好了吗 在各位节目у找到我 优优稿痛采中占二重 这一切都接触了他的力量 这里本来也只是因想保护更多人而存在 在这里可以不必受难 本应是一片乐土 至于你想问的罪人 不止一个 当第一个人犯下罪恶 命运的石块就会自斜坡滚下 第二个 第三个 无数罪人应运而生 他又在受难了 但只有这种时刻 这里的界限才会松动 我感觉得到 他的力量也在逐渐不受控制 在突破极限的瞬间 他就会枯萎 希望你能在所有无辜的人粉身碎骨前 停下他 我们无法离开 我们是罪证 你和我们不一样 是你 就可以 他到底是谁 你会这样 一定猜到了吧 就是现在 推开你们面前的那扇门 然后 去救救他吧 最后的真相 就在我们身后 拜托你们 找到他 还不明白吗 明明在故事的最开始 你就已经扮演过我们了呀 在面对那朵玫瑰 在垂眸看着这场苦难时 你 就是我们 对了 最近这里很流行玩梵花绳呢 不过大家会玩的花样都差不多 每次玩到最后都会不断循环 所以 要玩吗 我 我 为什么 有